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2022年6月24日 热刺对爱丽辰兴趣淡化 基斯店 爱丽辰重反热刺的声音似乎正在淡化 热刺跟对记者Alister Gold在个人播客中确认了这一消息 他表示热刺已长达两周的时间为与基斯店 爱丽辰的团队接触 Alister Gold说道 我认为这看起来并不明智 但根据我听到的所有消息来看 就像我之前和外界说的那样 热刺看起来正在冷却对基斯店 爱丽辰的兴趣 据我所知 上次热刺和基斯店 爱丽辰的团队进行接触还是两周前的事情 自那之后双方在未联系 热刺方面正在逐渐远离关于基斯店 爱丽辰的讨论 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热刺疏远基斯店 爱丽辰的动向非常明显 所以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才改变了球队高层的想法 基斯店 爱丽辰鱼 今年东窗加盟冰福特 期间11次出场 贡献一球和4次助攻 感谢你的收听与支持 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